其实热身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膝盖的稳定度 有骨头 那还有软组织 那软组织就分成肌肉跟韧带为主 那当然还有很多 像半月软骨这都很重要 那一般我们热身的目的是 让肌肉的温度稍微增加一些些 那肌肉温度增加以后呢 它的 它在收缩的时候保护力会比较好 那因为韧带你没有办法加强它 那或半月软骨你没有办法对它做任何改变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肌肉更强壮 所以建议还是 如果你要比较激烈的运动 建议还是要做好的热身 然后你肌肉有力量 你才能保护你的膝盖 这种十字韧带受伤通常是比如说打球 大概有七成的非接触性受伤 就是比如说你切入的时候 或你墙篮板落地的时候 造成一个外翻的扭伤 十字韧带受伤以外 常常合并 半月软骨的受伤 那内侧腹韧带或外侧腹韧带的受伤 那甚至有些它再严重一些 会有一些韧带会拉了一块骨头起来 那个叫撕裂性骨折 所以这个都算蛮常见的合并受伤 在二十年前左右 因为我们知道韧带受伤 我们常知道 如果能修补我们还把它尽量去做修补 关节外的韧带修补是会有机会成功的 那但是十字韧带在关节内 关节内是一个相对比较不会发炎的地方 所以没有经过一个发炎的过程 它就很难去愈合 所以即使在二十年前大概就认为 都尝试过了 修补的话 因为它不会 相对它是一个比较不发炎的环境 所以修补让这个韧带愈合的情况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 当然最近有一些些报告 少部分的报告认为 在某种情况下修补还是有机会成功的 不过目前的主流还是以重建为主 早期的报告认为 经过修补那有恢复运动功能 大概就七成左右 所以没有那么高 如果是你是一个顶尖的运动选手 或你功能需要比较大的话 还是以重建为主 在某种程中的几个月 它就在某种程中的几个月 在某种程中的几个月